請問有一個人不想去做中央的構想 例如我當北京都不會找習近平去見你 不會找習近平去見你 可能都是找一個最後單位來跟你說 可能這件事就是中華人正在辦的一個角色 所以問題是為何你們不希望可以重組中華人的關係 而直前去到北京未必找一些很開心的人去見你 可能找一些部位去見你 會不會是重組中聯辦的關係很直接呢 我不會否定跟中聯辦的關係 如果他們覺得他們仍然有個角色 仍然可以很公平公正地反映香港人的聲音 我絕對願意跟中聯辦的官員坐下 亦都過去他請我去甚麼開會 去討論甚麼我都會去 因為我會珍惜每一個機會 只不過過去他令人太失望 尤其是上次531會議時 張主任的說話是甚麼又罵人票債票償 又要說你不理那些百多萬的簽名 周庸搞那些 我覺得這些說話 我跟張主任說是沒用的 你說這些說話完全幫不了手 反而還是壞了一件事 其實在531的閉門會議裡 只是態度說話仍然非常強硬的 只有是張主任 其實李飛主任和黃江亞主任 他們都是以事論事在討論理據 法律理據 香港的情況等等 完全沒有給人的感覺就是找家買 但我覺得張主任就有一點點意外 這可能是他的性格問題 但是想問問為何你覺得現在的條文是沒問題呢 為何你覺得可能是執行上而不是條文上 沒有 譬如你說現在中央 其實本來是不應該干預很多香港的內部事務 其實《基本法》裏的條文寫得很清楚 是應該是這樣 《基本法》第22條說得很清楚 就是中央的部門是不應該的 但是中聯辦在過去一直以來 怎樣去透過建制派去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甚至在立法會怎樣去投票 都要問中聯辦 出現了問題又要向中聯辦問責 那這些其實不是條文問題 Martin 就是執行上出現了問題 剛才我說也有其他 譬如關於入境 人口政策那些事 其實我們如果是 特區政府或香港人是更加assertive 去從香港人的本位出發去想問題的話 其實《基本法》那個制度是容許我們這樣去做的 容許我們是多一點從香港人的角度去想問題 想政策 而不是下下就遷就國內的發展的需要 去斷定究竟我們的公帑應該怎樣用 我們應該收樓 應該收多少人 等等的問題 其實《基本法》裡面是賦予了我們這樣的權力 但我們特區政府尤其是有沒有用到這方面的權力 和這個制度上的優勢呢 另外一個容許我舉的例子就是《基本法》委員會 《基本法》委員會本來是有六個 應該是代表香港人去發聲的六個委員 他們有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每一次人大釋法 每一次人大作任何決定 他都要理論上諮詢這個委員會的意見 但是現在《基本法》委員會裡面 有學者 有律師 有其他人 都是有法律背景的 都是香港人來的 但他們有沒有盡到他們的責任 去為香港人從香港法治的角度 去捍衛《基本法》呢 我認為他們沒有這樣做到 我認為那六個港方成員是沒有盡到他們的 作為《基本法》委員會 一個這麼重要的委員的責任 這些就是我們香港人爭氣了 為何我們不用我們制度上有的聲音去發表呢 所以從這些事件 我看到其實設計和條文不是主要問題 是態度問題 謝謝Eric 我想問一問 剛才也說學生 其實都明白到他們的主張 憂心 害怕的 基本法 實在沒有落實到他們想報告 但也看到六四萬會之後的學生 對於民宿的事件 會否令中央擔心 究竟香港人的 或者香港的一些青年人 以至將來的六四人 其實是不能夠對於一個 或者是一國兩制這個基本法 裏面的關卡 其實它特別不認同 令到反而擔心可能要收緊這個 基本法 或者是一國兩制的政策 我覺得中央真的要嘗試理解一下 為何這些年輕人是對一國兩制 是有這麼不滿 對基本法是有這麼失望 我見到學生燒基本法 其實最痛心的不是他們不肯定基本法 最痛心的是見到他們其實對基本法是失望的 其實如果中央政府是一個理性的政府 你應該想一下 為何年輕人一代會有這樣的看法 如果你是希望一國兩制是繼續成為國家的政策 繼續是你認為一國兩制對國家對香港是好的話 中央政府應該想一下 如何將一國兩制重回正軌 令到大部份香港人 不只是年輕人 對一國兩制重拾一個信心 令到一國兩制可以繼續走下去 而不是越來越崩壞 到2046就想著收回 我覺得一國這一制對於香港是會完全破壞了香港的所有地位和優勢都會沒有 如果這件事大家都認同是對香港不好 對國家不好 那大家就要集中精力如何去看一國兩制如何做好 我覺得從你剛才說的《燒基本法》那裏 我如果是當團者的話 我覺得我有責任去看看 了解一下 為何問題出在哪裏 而中聯辦過去十多年來的角色 是不是做錯了呢 只是去編聽周庸之流等等的 即是好像在深圳我和張曉明有個對話 他就說 周庸那些簽名就反映了香港人的民意了 我跟他說張子佑 不是吧 即是你的人在香港 你是不是真的不了解民情的那麼重要 還是你選擇性地去編聽一些人的意見 香港人的其他意見 你有沒有反應到呢 中聯辦是不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 是不是有自己的所謂secret agenda 根本上它不會是去反映真正香港人的聲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應該找一個渠道 把香港人的聲音直接跟中央去反映 不要再透過中聯辦這些這樣的組織了 因為他們根本上是失職的 Dannis 你說不會透過中聯辦去溝通 那你期望那個溝通的形式是如何進行的步驟呢 我自己一向覺得證改過去的兩年來 我去過兩次北京 或者其他場合在上海 兩次深圳 或者其他場合 其實最有用都是直接把我們的意見 是帶到北京的處事官員那裡 而這樣的方法應該是最直接 最能夠反映到 這個是我自己的經驗 反而你說在香港 跟中聯辦不是吃過早餐的嗎 有一次在林鄭總部 我覺得那些真的浪費氣 那些真的 我覺得那些看不到整個政改討論 怎樣可以幫到 反而當你直接去到那裡 跟他有個直接會面 反而不是透過中聯辦那兩次 有一次跟張曉明 有一次就跟劉新恢在政府總部 我感覺不到他真的有張我們的意見 反而看到張曉明就好像尋家外 他呀 他找家外 劉新恢就是一頓飯坐在那裡不出聲 我也不知道劉新恢有沒有表達過我們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 既然要聽他說周庸就是反映了香港人 那個簽名運動就是反映香港人的意見 不如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自己去找一個渠道 是能夠真正把香港人的想法反映到被中央聽 而我剛才也說了Alvin 就是現在政改否決之後 大家需要有一個冷靜期 想一想未來那條路應該怎樣 那個冷靜期不只是法民主派 中央特區政府所有在討論有角色的人 都要想一想前路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 你那個理念裏面 你覺得中聯辦的角色 或者擔任那個責責 其實是怎樣 其實中聯辦應該是真的好像一個信箱一樣 是被動的 應該就是如果有人給他意見 無論是左中右都好 他都能夠如實地反映給中央聽 而不是偏聽周庸之流 或者他們建制派一邊的聲音 但是你看到回歸以來十幾年來 他們的處事作風都是這樣 這個是令人很失望 我記得那時張曉明來了香港之後 他說中聯辦要盡責 他有沒有盡責呢 在政改的時候 他除了是猛按撲火 猛按在說這些簽名運動等等的時候 他有沒有真的想一下 怎樣可以將香港人其他的聲音 是反應呢 我覺得他沒有做到 你有沒有期望可以跟中聯辦 設立一個渠道 可以大家比較欣賞少少的溝通 我覺得與其跟中聯辦設立什麼渠道 我覺得應該想一下是跟中央直接的有關官員 是有一個更好的恆常的溝通 可能這件事更加直接更加有效 你有沒有想過 沒有 剛才我講《基本法》的問題 其實最適合的對口單位就是《基本法》委員會 《基本法》委員會 《基本法》委員會的李菲主任和副主任張榮帥 其實我兩個月前去北京也有跟他們坐下 有一個深入的討論 你說國務院港澳辦的角色也很重要 比如黃江亞和馮衛 我們也有跟他們直接去說 有時其實與其馬恩國等等的人 在說什麼 將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要在香港立反港獨法 那些事情 其實你直接跟他們說 這些不能走通 其實他們知道 他們都認為這些人的建議是浪費 其實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我去直接說 而他們直接說我們都覺得不行 其實會釋除了很多無謂的討論和紛爭 你的意思是暫時 對不起 就是給了這樣的職務去做這件事 你覺得梁振英的角色是怎樣 比如說說和中央那些溝通 以往那些如果和中央官員溝通 可能梁振英說是由他安排 然後可能再加中聯辦 你現在都看到梁振英說 如果政改否決了之後 即是說他會繼續 只是專注經濟民生 你如果討論現在這件事 你覺得阻力會不會是梁振英的其中一件事 從來梁振英 我覺得他都是不想看到泛民主派 或者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 是跟中央有個直接溝通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盤算 那天我記得在531會議裡 我都說 我跟幾位主任說 我希望你想清楚 就是有些人 在你耳邊說一些 譬如有些人搞港獨 其實他們是真的反映著香港的情況 還是他們別有用心 而我對著梁特首說 我相信梁特首最清楚我說的是什麼人 我覺得他們或者梁振英身邊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想破壞那個溝通 破壞讓你們分裂越好 這樣就對他自己最有利 所以如果你說依靠梁振英去幫我們搭橋樑 這個簡直是癡人說夢話 你剛才說跟黃江阿談 某程度是直接跟港澳辦的官員談 就比中間經過這麼多人的傳統 你剛才另外一位傳媒朋友都說 其實他們是主使香港的一些官員 我們的對口單位 如果有任何是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東西 但是牽涉一國兩制等等的問題 我們都要直接跟他們說 剛才說你是否模糊了一國兩制 其實我說的不是香港自治範圍的東西 我們要事無大小的東西 反而要跟他們說 不是香港事無大小的東西都關你的事 很多時候不是每樣東西都要你去干預 更加不應該容許建制派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去中聯辦問責 這個是自毀長城 所以落實那裡我們要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本身制度的原意是可以的 但是在這麼多年來 看到的實行方面是偏離了